剑仁三年9月2日 联仓部府二代征级大将军 元奈家的外戚家族比齐氏 战斗中实力被灭族 作为他们对手的胜利者 是初代将军元奈朝的外戚家族北条氏 此事可以说是整个联仓部府一朝 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史称比齐人缘之乱 事后三代将军元十朝即位 元奈家从此被北条家所幽禁 一年之后被暗杀 上周的大和剧 联仓店的13人 最新一集修善氏 讲的就是元奈家被暗杀的故事 作为一个今年开始运营的 日本历史演艺频道 至少今年的大和剧是肯定要蹭的 之前也有不少观众 想让我讲讲北条氏的故事 不过本频道语言风格 虽然力求辉谐 但本质还是以事件演艺为主线 考剧和分析为特点的频道 不能说随便找个人物名字 然后把很多年前 中文互联网上的信息整合一下 就算出了个视频对吧 那也太水了嘛 怎么能这样呢 我都是间隔着出水视频的 那每周都写考剧稿子 确实时间是不够 而且也就是水货视频 才能吸引新观众 那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间隔着来了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不管你喜欢深度内容 还是口水内容 都别忘了先点赞订阅 比起人员的声势 其实并不响 但是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被苏母比起残疑所搜留 而这比起残疑 乃是元奈朝的乳母 所以自元奈朝出兵一斗以来 比起人员就一直跟随元奈朝征战 而且她能力出众 屡力战功 在重要的战役 澳洲征伐之中 她就作为侧翼总指挥 率军击破藤原市 直接导致了藤原市的灭亡 天下大定 在奈朝使后 她的嫡长子 二代廉仓幕府将军原奈家 建立了一个由廉仓殿的十三人 组成的集体专制系统 比起人员 既是开国元勋 又是当朝国战 自然位列其中 之后谁也没有料到 十三人之一的委员景时 英年早逝 围绕景时所握权柄的交接继承问题 包括联仓殿在内的统治核心集团 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之后除了现实利益和历史恩怨 十三人的年龄差距 也成了联仓政权不可回避的定时炸弹 联仓殿十三人中 自立最老的一批 乃是在整合原市时 就与原奈朝并肩作战 立下功勋的元老们 包括三浦一成 安达盛长和千叶长饮 自然他们三人都年事已高 很快就相继去世 于是联仓幕府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制衡体系 遭到了重大打击 一场巨变势在必行 此外 联仓殿的十三人内部 由于采取行动的快慢差别 也产生了实力变化 原奈朝的妻子北条正子的父亲北条石正 尽管年事已高 但雄心勃勃行动积极 随着老臣们逐渐过世 他和他的儿子北条一时 即将阻断朝政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而此时北条父子最大的政敌 就是比齐人员 站在联仓殿的角度 比齐市的价格绝不比北条市低 比齐人员是在原奈朝还是浪人的时候 便已经发现其才华而鼎立之词 他的女儿若霞菊 嫁给了现任将军原奈家 最重要的是 若霞菊为原奈家产下了他的长子一番 处于政治考量也好 处于真心实意也罢 连仓不符的前两代将军 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情种 原奈朝和北条正子的浪漫爱情故事众所周知 原奈家的爱情故事 虽然没有他的父母那么出名 但是他与若霞菊之间也有热烈的感情 虽然若霞菊其实并不是原奈家的正旗 这对北条市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初他们利用原奈朝和北条正子的感情 使得北条市的势力不断的插入 连仓幕府权力过程的重要位置 最终在原奈朝和北条正子的儿子 既成大统时 北条市拥有了仅次于幕府将军的地位 而如今很显然的 比齐氏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而且原奈家似乎乐于让比齐氏利用 诚然 奈家他也是北条时政的孙子 但是显然奈家更清楚自己的姓氏是原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一番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幕府将军 然后比齐氏会取代北条氏 那样的话外戚之间会得到平衡 原市政权的权柄就会长久的握在自己的手上 这是作为当下全城的北条时政绝不能接受的 不过北条时政表示 你比齐人员可能是很XX 但我也绝非盛大之辈 岂能让你轻易得逞 见仁三年八月 原奈家疾病倒下 暂时处于病危状态 此时北条时政曾经利用十三人合议制度 将幕府将军的权力一分为二 也就是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的东西双朝廷制度 他提议 在原奈家病重的期间 由奈家的儿子一番担任总守护 并且直接管理关东二十八国 而关西三十八国则由奈家的弟弟千番代管 显然他的目的是在原奈家如果一并不起的情况下 北条家依然可以作为千番的母亲的家族 拥有影响力 与一番母亲的家族比起是分庭抗礼 自然对比起人员而言 这一提案简直就是飞龙起脸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于是通过弱侠局转告原奈家说 北条父子就是想承你病倒的时候废了你 另立千番做联窗殿 原奈家听说之后 从小母亲北条正子对自己的种种作为涌上心头 转化为对北条式的深刻怨恨 很难相信他竟然就这样在垂死病中当场传唤人员到床边讨论出兵讨伐北条氏 然而很不幸的是 这一天恰巧北条正子难得的对病重中的儿子犯起了母爱前来探望他 结果正好偷听到了赖家和人员的密谋 于是9月2日 北条时政收到了来自正子的紧急联络 让他赶紧准备与连仓殿和比奇式的战斗 时政迅速行动起来 他先是早上的镇所长官大江广源 对方承诺他不会支持打倒北条式的行动 并且对天野远景和仁田中长下命令说 将军现在病重 这种出兵命令必是伪造 一定是有人想调虎离山行叛变之时 你们立刻随北条时政出政擒王 远景回答说 对付个老头还要动用将军的军队吗 直接把他叫来杀了不就行了 于是他们派公藤武郎 去邀请比奇人员到北条家参加要事如来的供养法事 比奇人员决定接受邀请 他的亲信建议他说 哪有这么巧的事 如果要去的话 请你穿上铠甲 带着军队前去 不过人员反驳说 如果我带着武器去就会显得很可疑 万一暴露了同将军的密谋 岂不是献将军于不易 我估计此时亲信心里想的是 你俩都是一棵树上的木耳 没事装什么 总之 他只是穿着便衣带着几个家丁 就去了北条家 反而是北条时政完全没有这么多顾虑 直接穿着铠甲在门口迎接人员 而且让他信任的弓箭手 站在两边的小门边 而前面提到的远景和中长 则躲在侧门后面 看到全副武装的时政 人员还是没有起疑心 他们又意识到伏兵的存在 就这样普普通通的穿过了大门 但看到人员下马 远景和中长立刻跳了出来 从两边抓住他的胳膊 然后攒下了他的手机 完全没有给反应的机会 而他的随从中 则有人幸运的逃回了比奇家 比奇家得知此事之后 选择躲到一番居住的小寓所 时政意识到这是天赤良机 他借连昌殿的名义 对御家人发起总动员 集合起大军围攻小寓所 防守的比奇家奋力抵抗 比奇家的女婿 立元清景和中山为重 也带队前来支援 但终究寡不敌众 清景战士为重负伤之后 自知无力回天的新任家族 比奇十元 带着年仅六岁的小王子一番 头火自尽 连昌幕府的开国豪族 比奇市仅仅一天就这样灭亡了 不过这个过程争议还是比较大 尤其是比奇市和元奈家 是否有过密谋 算数过程也显然和 联仓店的十三人前几集的剧情 有所出入吧 我在这个视频里 完全是采用了 北条家的家族证史 武器进的记录 作为事件受益方的记录 可信度到底有几成 就由各位看官自己判断了 此事之后 朝廷中的比奇派重臣 被逐个清算 大多是被下令幽禁 或者直接流放 而幕府将军元奈家病情好转之后 听到的第一个消息 就是他的儿子一番 也在事件中送了命 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而更让他悲伤的是 等他病情痊愈之后 母亲北条正子 建议他替住出家 将将军的位置 让给弟弟千番 其实就是软政变 千番这时才十二岁 元奈家不得已照做了 千番也就是三代联仓幕府 尊姨大将军元十朝 之后元奈家被送到伊豆修善寺 实际上是被幽禁 然而就在第二年 也就是元九元年的七月十八日 北条家最终还是派出刺客 暗杀了元奈家 刺客在他入狱的时候 袭击并杀死了他 年仅二十二岁 元奈家从小就被他的父亲 元奈朝寄予厚望 他也回应了这位创业资金的愿望 逐渐成长成为有希望的继承人 但是很遗憾 元奈朝没有坚持到 给奈家奠定好基础 奈家即位之后的短短三年 也表现出相应的才能 让一切朝有利于连昌殿的方向运行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从小缺乏母爱 每每有所成就时 北条正子的评价常常都是 这作为元奈朝的儿子 或是这作为一名武士 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他终于以这种方式 死在了自己的母亲手中 可悲可态 元奈朝和北条正子的爱情故事 看起来似乎和他们的后代 没有什么关系吧 随后 北条时政成为连昌部府的直权座 辅佐十二岁的三代将军 原始朝 北条家的权柄 至此延续了很多代 期间还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连昌殿的十三人 接下来的剧情吧 有趣的时候 我也会再出视频 都看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啊 这里是巫女花善理 一个演绎日本历史传奇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